今天的发烧话题来看到 在台风来袭之前 许多店家为了防台 都会选择在玻璃门窗处贴上X型 或者是米字型的胶带 但经过内政部建筑研究所实测发现 其实不管用什么方式贴 防风抗暴的效果都是有限的 甚至还可能有反效果 选择加贴防暴膜或是以强化玻璃 加上坚固的窗框才是真正有效 玻璃门被强风吹成自动门 下一秒瞬间爆裂玻璃全喷飞 对 柜台员工吓傻了 24号晚间受到台美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台北强风又暴雨 让东区这家服饰店成了受载户 这回抗瑞台风又来店家多做了准备 大部分都是查查 然后就贴可能也没有全贴 就是可能有一些大面积的玻璃会贴 米字型胶带贴好贴满 为了做好防台准备 许多店家会像这样在玻璃门窗上 贴满胶带 但实际上不但没办法防风 还可能造成反效果 它有一个吸抽摆动 可是你贴很厚的胶带的时候 它就给它抓得很紧 就硬撞 业者坦言贴胶带 只能避免让碎裂玻璃乱喷 内整部也贴出建筑研究所的实验 不管是X字型 紧字型 口字型 甚至全贴满 承受风压能力的数字 都不及完全没贴胶带的玻璃窗 贴了胶带不防爆也不防风 是不建议贴了 因为讲真的贴完以后残胶很难去 又会刮花玻璃 台风尽量少出去 门窗不要开开关关 风不要灌进去 如果你那个地方的风压 风很大 你就要考虑窗型 现在有防台窗 如果你真的还要担心 现在还有防爆膜 就直接透明的防爆膜贴上去 专家给出玻璃门窗防台配包 如果正在装修房子 可选择强化玻璃 加上坚固的窗框 如果已有窗户则加贴防爆膜就好 台风天呆在室内也多一层保护 记得下一群罗伯从台北采访报道